哈囉 大家好啊 歡迎收看我的實況頻道 我是實況主 黑了 天色馬上就按下來了 這個時候殭屍應該是最猖狂的時間 我應該先趕快進入我的這個地方 我們先把這個生產可樂的裝置先做出來吧 我覺得 在這種世界末日生存之下 我應該要先住在地底下才對 我看等一下可以開發地下室好不好 我現在急需一個地寶啊 旁邊是真的有很多殭屍在旁邊的喔 我現在是不是錢不夠啊 這裡的貨幣應該是用可樂瓶子來當作計價的齁 讓我們想到這種荒土時代 居然是用這種盒子可樂來當作那種金幣交易啊 我現在有多少錢 我現在在這邊才可以收集 273塊 好 那我就先把這300塊拿起來 然後用可樂來建造東西 喔 生產更多盒子可樂囉 如果你們有玩過一城餘生的話 你就知道這個遊戲是在玩什麼的啦 來 開啟我們的BB小子吧 這邊可以做我們的設定啊 或者是一些資訊都在這個我的手手臂上的東西喔 我可以購買五萬個可樂欸 努卡可樂399RB 我要不要先前期先買一個300RB的東西咧 我先買一下好了啦 我想要讓我的前期稍微快一點喔 我現在手上完全沒有任何武器呢 所以我現在趕快要趕快開發到有武器的部分 我才有辦法反擊這些殭屍啊 我附近應該還算安全吧 對 殭屍還沒有出現還沒有出現 哈哈哈哈 我先來蓋東西咯 來 建造更多的可樂 這個牆看起來生鏽的好嚴重欸 因為這是一個被核輻射侵蝕過的世界嘛 所以這算蠻正常的 來來來 我現在還剩下45K的瓶蓋 哈哈 生產核子可樂 這樣有用核輻射來生產食物嗎 我們這個末日的情況已經這麼糟糕了喔 來來來 我們再來把這些東西全都蓋起來囉 超級可怕 欸 這不是 一成餘生裡面那個最經典的娃娃角色嗎 你確定這樣不會有版權 還是這個遊戲就是一成餘生自己建造的啊 哈哈 101號避難所 左輪槍手櫃隊就是用這個啦 我現在終於有一把武器了 哇 這樣子我就可以去打殭屍喔 這樣才對嘛 我本來很擔心我什麼時候才可以拿到武器耶 那這要幹嘛的 他為什麼叫我坐這裡 我應該不是喔 這個下一個階段的狙擊手需要50K 我現在錢不夠 手榴彈箱 這個也是15K 我現在錢不夠 你生產核可以快一點啊 我現在想要拿手榴彈 有了有了 欸 我早上咧 早上的時候去找殭屍玩 這樣應該會比較安全喔 好 我這邊順便等一下那邊 把那個物資生產再說 這裡只是裝飾品 裝飾品也要花我1000塊啊 就就買這個牌子 蛤 我到底買了什麼 三個地板啊 我買這三個框框 這要幹嘛 存款 我按存款它會發射核彈喔 也沒有啊 我覺得應該是之後會有那什麼機車之類的啊 啊 我們來去這個廢圖來生存看看 你看有沒有什麼新奇的道具可以讓我剪的 還有其他玩家的頭像耶 所以這算是每一個玩家都有處於自己的地堡囉 喔 有 前面那是玩家嗎 欸 他的動作看起來不像玩家耶 顏色也不太像玩家 我先把他手槍拿起來好了 要靠近才能夠看清楚他的面容啊 欸 他果然是殭屍 對吧 野獸精靈 而且好可怕喔 哇 我覺得我射他好像沒什麼傷害耶 哇哩咧 這裡的殭屍怎麼比其他遊戲的教師更可怕咧 我的老天兒啊 那這裡有沒有物資可以讓我剪的啊 你知道死亡爪是變異的變色龍嗎 誰知道啊 欸 好像還有加油站喔 而且這個 是人類 不是玩家 對 他不是殭屍 他是玩家 他看起來好像是拿遠距離武器的喔 我看看 喔 果然耶 開火開火 好險我沒有被射中 這種廢土也是人類需要生存的地方齁 他們就會拿那些手槍想要防衛自己 啊 這是火箭加油站啦 這個我玩過 所以我知道 欸 這裡又沒有這種東西可以拿呀 加油站的話我記得是可以進去的 但這裡居然不讓我進 裡面應該要有一套裝甲讓我穿的啊 我就可以變成動力裝甲玩家了 那這個沒有東西可以撿 完全沒有任何獎勵喔 最多就是宰掉一些怪物之後啊 我們兩個人 哎呦 要求我 嚇死我 這裡的屍鬼真的長得很可怕的欸 真的是捕捉點 捕獲者被質疑 我需要踩到上面去佔領這個地點嗎 是這個意思嗎 呃 還是我需要攻擊他 誒 它上面算是有寫紅點啦 我覺得我們可能之後要拿出什麼強大的武器啊 或是拿出旗幟插在上面 這個紅色火箭站才會是我們的據點喔 對不對 哈哈哈哈 再還有一個賞金點 誒 它跑出一個黃色可樂 獲得EK的獎勵 你去打旁邊的殭屍啦 你都已經旁邊有怪物了 你居然還攻擊我 兩個玩家都是我的敵人喔 好好 我們先把這些人解決掉之後 賺一些錢我們就回家吧 哎 這裡還有一個 不知所以然的標示 嗯 不太確定欸 因為它上面很多遊戲那個 教程都沒有解釋說我現在應該要怎麼做啊 我的只能夠一直不斷的打殭屍 然後逃跑 哈哈哈 好啦我要先回家了 反正這裡離我們家還蠻近的 而且有一個超大的飛機 當做一個很明顯的地標 裡面如果有更多的核之殼了 還真的有欸 不這樣陸地上隨便都可以撿到一千塊 欸 我們平時都要出去 channel 廣傳 下去要換一黃喔 這樣就更多的錢啦 來 有沒有殭屍在我們家附近 沒吧 沒吧 拿出我們的可愛小手槍 現在這錢還不夠對不對 因為我還沒有去領錢嘛 我們有做出柵欄把自己圍起來啦 擁有者是黑樂唷 這個看起來就像雷射牆的 進來人家就會掛掉 衝擊箱20K 好 我要去領錢了 現在總共賺了7萬1千塊 有沒有更多盒子可樂設施可以讓我生產的 這裡算嗎 傳送機組就是這個吧 對對對 我們可以擴大我們的生產線 然後這裡牆壁也要給它蓋起來 要不然其他掠奪者進來的話 我會有點傷腦筋啊 有點頭痛 哈哈哈 呀吼 蓋完咯 超多盒子可樂生產機器 但我不太喜歡它那個生鏽的樣子啊 不過在盒子世界就不要計較太多了 什麼東西都被這種盒服 你讓我花了三千塊錢建造了兩隻渣榜 你給我做的是裝飾品 欸 我是知道一層魚身裡面有一個很標誌性 讓人覺得討厭的怪物就是蟑螂啦 還有什麼輻射綠色蟑螂啦 但這種裝飾我不需要 我們不想花錢蓋出 你們你們自身會挖那個蟑螂模型 然後放在家裡的角落嗎 不會吧 啊現在遊戲就讓我這麼做了 而且我還沒辦法說no 哈哈哈 好討厭的感覺喔 怎麼辦我現在靠近那個按鈕我都有心理陰影欸 哈哈哈 完全不想去點他 不過到最後我們應該還是要踩那個地方啦 他到最後會幫迷導過去的 來來來生產更多盒子可樂囉 耶嘿 假裝什麼事情都會發生啊卡住啦 哎哎哎哎哎哎我卡在這個罐子裡面啦 救人喔 好了完了 我這裡直接衝衝衝角色 謝啦 哈哈哈 啊在這遊戲裡面除了生命值以外啊 你還要注意到 就是你身邊可能會有那種 輻射值 要是你被怪物攻擊到你的輻射就會增加 那增加的話你的那個什麼鬼 你的那個 不是什麼鬼啦 你的那些 身體狀態啊 生命上限值就會受限喔 本來最高是100滴血嘛 就會變成99 98 97這樣子 所以你要注意啦 不要被那些輻射怪物攻擊到 啊又到晚上了耶 可以去招惹那些怪... 老闆 我才剛說完招惹那些怪物 結果他就出現boss 咧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去攻擊他咧 我們去找他玩好不好 我現在只有一把小手槍沒有什麼用 來 狙擊手出現囉 還有這個散彈槍只要20萬 好錢不夠 好啦 我們現在來去找我們的boss來玩吧 boss有10k血 剩餘時間有174秒 所以他存活的是 What the hell Holy Jesus Christ 你還在攻擊我咧 這是誰啊 你是boss嗎 哇 oh my god 我先走啦 我先走啦 怎麼拿個機關槍在掃射我啊 欸欸欸欸 我覺得他應該不是玩家喔 你看 他在攻擊我的 oh my god 你看我打他完全沒有用耶 那我把我的槍口露出來攻擊他 這樣有用嗎 沒有用 啊 吹一下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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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的門被攻擊啦 救人喔 我現在沒有任何的進攻手段啊 難道我要 對他丟手彈嗎 好 對他丟手彈 這給你 啊這個炸了也沒有用啊 不要啦 助手助手 好 等他攻擊完之後我們直接射他頭 砰砰砰砰 誒他根本就沒在扣血啊 這要怎麼玩啊 這個傢伙作弊啊 射他也沒有用 我 拿著狙擊槍射他的頭喔 你可以看他的血量根本就沒在扣 有啦有啦有啦 這樣打可以 我跟他對射 我一定要射中他的頭才可以 而且我竟然可以站著跟他打架 好好笑喔 你有種就進來啊 你有種就進來啊 反正我現在可以直接跟你打架 砰砰砰 突擊隊老闆 原來這個人就是boss啊 不早說 好 拿出左手槍 砰砰砰 打贏了 我真希望我有閃戰槍或者是衝動槍 幹嘛 還有人在進攻我的門嗎 沒有吧 對 這目前已經安全了 只是他現在因為受到傷害所以還在錯誤 哇 好驚險喔 但他送我一個超級大禮包欸 他剛剛送了我100K 相當是我一個三分鐘的收入吧 是吧 是三分鐘吧 地板上怎麼一個雜誌 好啦 我現在已經有27萬啦 可以購買散彈槍啦 現在誰要來嘗嘗我的威力 還有棒球棒欸 放球棒 30K 等一下 好了 現在我有半量了 這個揮的速度有點 不盡人意啊 我不是很想拿這個東西 嗨 紅火箭男孩 我又來找你們玩囉 欸欸欸 又很在開槍了欸 誰啊 啊 你居然在我旁邊射我啊 使用閃彈槍攻擊 欸欸 打槍 啊這個 這是雙管閃彈槍 雖然你是雙管但是你射一發就沒了 什麼鬼 所以你是一次射兩發子彈囉 這好像不是雙管閃彈槍的用途欸 不是應該一次射一發嗎 你全部把所有子彈射出去 然後沒有人打死人家怎麼辦 這是什麼爛設定啊 好了 現在我又來到這裡囉 我可以佔領他的嗎 我現在有高價值武器 欸 比如說手榴彈什麼之類的喔 你這個會不會扣血咧 啊 這應該是要把上面這東西打掉吧 我用棒球棒敲他 呃 還是射他這個頭 欸 這樣子也不行嗎 我真的要把核彈搬出來 你才肯罷休喔 對啊 你看他沒扣血對不對 那我丟個手的彈 來這個送你 啊 這樣也不行啊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遊戲的那個 紅火箭到底要怎麼佔領 就是我不管打死那些身上的人啊 或者是站在他頭上啊 搶旗幟啊 或者是拿手彈炸他都沒反應欸 哎呦 黑色的屍鬼欸 他上面是寫燒焦的 好喔 換一下子彈我就下去找你們玩了 哈哈 你們屍鬼跟 掠奪者為什麼不會 啊 我要拿球棒敲你 啪 啪 啪 好爛啊 哈哈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吐槽啦 這遊戲真的好怪喔 真的好怪喔 好 我要去剛剛看到那個很奇怪的生氣的點了 不是有一個頭像我記得是在旁邊的嗎 突襲 欸 有人突襲我的據點 啊 看來我們有一些人想找死啊 突襲這個黑勒大佬的地堡基地 是吧 是吧 來啊來啊 我才不怕你們欸 就這麼一點點啊 就跟剛剛那個紅火箭南海的數量差不多啊 那就多了幾個略奪者跟殭屍嗎 就這樣喔 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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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子要給我怎麼打啊 超爛突襲 我願意稱為超爛突襲 哈哈哈哈 我誰被亂打都可以打贏你們啊 我連瞄準都不用瞄 耶 突襲打完囉 你只要乖乖的把錢交出來就好啦 好了 我要花了五千塊做什麼裝飾 喔 有柵欄囉 這正是我需要的 快點把這邊這一圈全部都包起來 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 我還是不是不知道我放了這個發射錦到底要幹嘛 啊 你看我按啦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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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咧 所以什麼 哈哈哈哈 I just don't understand OKOKOK 外面的也 蓋得差不多了 有沒有載具可以讓我玩咧 不是這種不能夠動的載具啦 我需要可以動的 蛤 下個東西要150K喔 什麼東西需要花我15萬 那我再拿一下 26K這樣應該夠了吧 裡面有沒有什麼東西需要讓我新的裝飾的 好好好 我先踩這裡 不要再給我增加更多蟑螂囉 好 我會生氣喔 有蓋出二樓了耶 好啦 我就再稍微農一下啦 這遊戲我玩的稍微有一點點久了 所以我應該之後再把這些錢農起來之後 我們再做一個比較進步的片段吧 哈囉 終於把所有的東西全都蓋完啦 有沒有發現我多了旁邊這三根東西啊 這本來好像是玩家要負責爭奪的一個標誌性物品 然後你越多你賺的錢就越快這樣子 我剛剛在跟另外一個人競爭 好像是對面這一個頭像吧 結果打輸了 結果他竟然還把最後第三個那個牌子送來給我 突然覺得自己變輸家還要被人家獅子的感覺啊 不過至少讓我的那個加錢速度還要增快了一點 那旁邊本來是有一些道具可以使用的喔 像什麼動力裝甲啊 但那些都是需要先重生過一遍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拿那些武器 非常的可憐 你看我現在錢已經很滿啦 沒辦法再蓋任何東西的喔 這就是第三層最頂樓的樣子囉 生產橘子可樂跟量子可樂 就是我們的最終目的啦 好啦 仰如喜歡影片的話 請點左下角的喜歡 請你去跟著融洞菜 那我們下次的ROBUS遊戲再見囉 掰掰